大家好,我是黑洞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 卧龙苍天雨落的游戏视频解说 究竟发生何事 看来情况甚是有意 我曾在京师 看见父亲和一名可疑的黑衣道士交谈 这个老爹 有事居然隐瞒我等 赶紧追上去 阁下可是虎鹅官的那位侠士 阁下便是传闻中的 九阳大名 在下孙权自中谋 我军正好遭遇棘手之事 此乃不祥之兆 难道父亲有何不所谓 别说傻话 蒙虎怎会如此轻易遭人所擒 对不对 老天 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孙坚要命绝于此的时候了 孙坚是死于元树 让他去攻打荆州刘表的时候 被刘表的手下皇祖 在他打不过孙坚 然后躲到了竹林中 等孙坚过来引诱他放了暗箭杀死的孙坚 我们调整了一下装备 稍微升了一下急 我们上期用的双刀吐槽了好久 主要是因为之前用的百炼双刀刀它本身不好用 我们现在再换了一把心铜双刀就好多了 尤其是他配有的双刀特有的绝技 这个叫轻松迎克 我们看到他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造成的气势伤害很高 在不杀死敌人的同时能打出绝脉攻击 我们利用这个机制这一点 配合我们的灵溪术 就可以快速的积攒大招能量 给快速这个忘了放灵溪术了 对于很多比较低级的敌人 只要能用绝脉攻击会恢复大量的大招能量 一般来说能进行两次正面的绝脉攻击的话 搭配上灵溪术就可以将我们的大招能量攒满 于是大招就可以随便放 其实也不是随便放 我们可以一般来说遇到难点的时候 一些相对要强一点的精英敌人的时候 都有机会可以释放大招 这里的话我们到不了对面 看这个桥是断着的 不过对面有一个巫师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射他一箭 把他学射残 不过他也过不来 我们也过不去 这个距离弓箭一箭射不死 用弩箭可以一箭射死 但是我们弩箭弹药有限 后面还会用到很多次 这里就先射他一个弓箭 把他射残 下次射弓箭的时候就能一箭射死 不过大家玩的时候 可能中途因为死亡 敌人可能会刷新 所以说到时候再射箭也行 到时候再射弩箭 我们像刚才说的 二连轻松迎客 有绝脉攻击可以吸血回大招 这段对话直接给我们埋下了两个伏笔 一个是这个势必之战 一个是后来关羽手樊城 大一师荆州 一句话两个铺垫 这段流程里面会有很多的火鼠 但是都是小火鼠 没有大火鼠 威胁都不大 这里的地图区看起来很乱 因为你没有办法 在游戏没有设计一个角度上 你可以看到全局 大概知道路线 而且周边整个画面的滤镜 又是黑压压的 重复度又比较高 不过路线上本身是 一条路走到黑的 一条路走到底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岔路 而且这段路上看起来比较绕 但是旌旗比较少 几个旌旗藏的比较阴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演示一下我们大招的效果 我们先给孙权和孙策两个上上士气 然后往这个位置丢飞刀 可以把猪婆龙引出来 然后放一个附魔的大招 神兽共鸣 然后这样我们三个都会附上火属性 直接一套砍瓜切菜 打起来就很快 之后我们只要注意在对敌人造出绝败攻击的机会的时候 然后上灵溪树然后吸大招能量 召唤神兽的我觉得这点设计挺好 可以召唤成大招也可以作为附魔 再往前走的话会有一个岔路 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在这个位置会有两个水轨 这个水轨是下几个 所以说轻松迎客两个 如果再补几下的话就可以打出绝脉攻击 利用它来恢复大招能量 前面还有一个 被他打的 这两个上去抢人头 把他的这个绝脉攻击的机会给打断了 不过他的气势的上限伤害不会恢复 捡了一个道具 如公不是什么好东西 从这边爬上去以后会有左右两边的岔路 但是我们攒好了个大招能量 可以把左边的这个即使他受到了 这个巫视的强化 比我们高五级 但是呢 放大招一样可以打 放了这个大招之后 神兽共鸣之后呢 对我们的两个队友也会有 起身攻击绝望的效果 打的就很快 因为大招随便放 所以这一次的我们主要的讲的 就是在推图时候利用这个灵溪数 这个缩短大招的cd 使得我们在流程中可以更容易的去运队各种各样的精英怪 推图会更顺利 这边的话我们先上这边的二楼 这里就会有刚才的那个巫视 把这个巫视干掉呢 附近敌人的这个等级就会降低五级 不过小心旁边附近还会有很多的杂兵 也可能会一起围上来 下面的这个腰单降帅啊 又可以 是一套 高空刺杀啊 不过高空刺杀其实伤害要比直接跳到背后啊 这个在地面刺杀伤害要低一点 而且呢 这一代其实落地的时候是没有身影的啊 不像人王跳到敌人背后啊 敌人会察觉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跳跃的方式啊 跳到敌人身后啊 也是这个敌人是察觉不到的 好 拿到一个宝珠碎片啊 宝珠碎片便宜货啊 好 这附近东西就拿完了 我们要从这边跳到这里的防岩上啊 然后这边有东西可以拿 四品柔格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给我们的装备升级 然后这里有一个牙齐 好 从这里呢 展开公式啊 数学学的不错啊 到这边 从这边的船跳下去 然后呢 往前走 这里呢 会有一个进路可以开启 不过很容易忽视啊 就是这里会有一个船桩 就把这里这个杂兵干掉 给我们回回大招能量 就是这个 一踢过去呢 它会 船会这个飘到前面 然后会架起一个路 这里呢 有一个巫师啊 我们最好早早的就用奴剑给他秒掉 因为 很难跑到他跟前啊 所以不如远远的就给他先点掉 奴剑确保能击杀 然后这里有一个腰单 将帅 这个拿锤子的将帅呢 它的这个判定攻击 因为要比看起来的要早 所以其实化解起来有点反直觉 比如说我们看刚才的这一锤 在视觉的感觉上啊 它其实还没有打到 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伤血了 这个大锤腰单将帅的这个化解时机 要比看起来的要更反直觉啊 对 拿锤的这个腰单将帅的化解啊 需要专门的单独的针对性的去练习啊 才能够稳妥的化解 只是靠肉眼这个反应和这个直觉的话 是很难化解这个稳定的 还好卧龙的一周末啊 难度并不高啊 再加上这个现在中甲的性价比很高啊 所以穿着中甲的话 哎呦我靠 这怎么回事啊 一个火鼠被他们两斤动了 直接把这个孙权给撞下去了啊 这里有一个惊奇啊 非常藏的非常的阴 藏的非常的阴 好 现在的话这里我们可以跳下去 先把这里的水鬼可以先干掉 水鬼是水属性的啊 土壳水 但是他这个巡逻的时候移动速度很快啊 所以刺杀起来其实有点难度 绝脉攻击刺杀回血啊 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船顶上 然后呢用弓箭啊 先把对面船上的有一个行尸啊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注意到啊 暴头给他先干掉 这是排除接下来场面上的这个干扰威胁 然后呢接下来又是一个猪婆龙啊 他跟之前设计的一样啊 藏在各种地方 我们先鼓舞士气 然后等到把他引出来之后呢 直接大招上 这有的时候这两个家伙 孙权和这个孙策 还能把他给挤掉水里啊 鳄鱼淹死了 好 现在的话这附近没什么东西啊 我们从旁边这里往上 这边呢屋子还有一个惊奇啊 就从旁边这爬上去 可以看到他的光柱啊 但是呢进去的话要从下面这里走 下面有一个 妖丹兵足 不能往前走太多 因为前面的话还有一个妖丹将帅啊 不然的话容易引到他 我们用他来攒个大招能量啊 又是打大锤的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一船的这一层呢 稍微找一找探索一下啊 会有一个方向 我一道门 再攒点大招能量 这还有一个 怎么没有 出这个 绝脉攻击的判定 打出了一个气势攻击啊 我们从这里 就是这道破门啊 上面小心会有一个火鼠跳下来啊 不过呢威胁不大 这关就是地形比较绕啊 但是呢 因为这代取消了 落水的这个死亡效果啊 只会血量减到一啊 所以其实还好 看着比较吓人啊 比较容易有以前这个人王一海防主的那关的心理阴影啊 但是其实简单多了 敌人也不难 甚至还会觉得有点好玩 哎就是这里这个位置啊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有拿弓箭射有一个 妖单巫师 就是他 他是残血了 所以现在我们一剑就能射死啊 如果之前 没射死或者中途死亡 把他血量刷新的话 就可以用 奴炮啊 奴剑 来给他秒掉 这个拿 双大刀的 妖单将帅就 好打多了啊 他的这个攻击判定要更符合直觉 只不过就是攻击连段比较猛啊 熟悉了以后这个化解起来是很爽的 这个还有就是孙策和孙权 特别容易掉水里啊 这两个不熟悉水性 从这边的船 可以上去 这是刚才的这个妖单的巫师啊 在的这个位置 这个熊胆啊 二周目的时候可以经常用 用一周目的时候用处不大 这里的话我们先跳到这个船上 可以 跳到这里 妖单将帅的背后 这个算盘打得劈啪响响 后来围绕了这个荆州的争夺啊 三国石器 围绕荆州也有很多故事 这个不过本作应该讲不到 这里的话我们捡完东西 返回这个船头这一边 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又会有一个妖单巫师 比较烦人 他主要是混杂和站在一些高点上啊 打不到够不倒的地方的时候 你又注意不到 然后和其他人一开怪 然后他们就开始放魔法 特别烦人 都是那种很阴险的炮台的这样的性质 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登陆了 接近襄阳城了 多一刀伤害就把它 因为这个轻松迎客的伤害不高 但是他的气势伤害要相对要高一点啊 所以就是连放两个 可以把敌人打出绝脉攻击 这里的话最好先不要拐上去 先把这个无论如何 先把这里的水鬼干掉 因为往上的话 是容易引发一个敌人入侵 我们刚才也说了 从背后刺杀 比从空中刺杀造成的伤害要高一点 所以我们背后靠近刺杀了以后呢 直接补一发啊 这个双刀的旋风扫夜也比较好用 但是呢轻松迎客完全可以替代他 因为轻松迎客虽然说是侧闪 然后的一个旋转攻击 但是他的追击性也比较强 我们先用弩炮秒掉上面的这个腰单巫师 然后呢再跟下面的这个将帅打 哎 负伤属性打断了 这套脸看起来特别猛啊 但是其实普通防御大肯都能防住 就在防御的按住防御的同时进行化解啊 就可以稍微缓一缓 不至于将我们的气势直接打满打崩 又掉水里了 还好插一个旌旗给他补回来了 不过等会肯定还得还得再掉水里 这个船头有一个箱子啊 这箱子里面会有一些有一个剧情道具 这个主要是一个海盗写下的集书 他作为一个海盗啊 就是说他曾经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荆州这里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水军了啊 这个当海盗的也当不下去了 想的未来总有一天啊 我失去的东西还会再夺回来啊 你咋不可以谈 不能爱大汗吗 好 这正好有个杂兵给我们当雪包 不过没没成功打出绝脉伤害 绝脉攻击的机会 就是这里 这里会出现一个入侵 NPC入侵 不过呢 这个入侵就是黄祖啊 就是在这个三国这个史实还是演义里面啊 都是这个黄祖放暗箭杀死的孙坚 主要是为了三打一的局面啊 把他引过来再打 果然会放暗箭 果然会放暗箭 上去一通暴打 给他上三重属性 纵火团来了 这个东吴这么爱用火啊 居然孙坚是 孙坚 他是金属性 倒也没毛病 主要是这个 因为孙坚是猛虎 所以给他配的神兽是白虎 但是这个白虎在五行里面确实是属金的 不过这个爱纵火的是他的后卫啊 孙坚这个只有弱者才会借势啊 强者都是直接上正面刚的孙坚嘛 刚才的那个城门呢 我们不从那边走 我们从这边绕 这边有一个崖起 而且从这条路线走的话会更容易 虽然说是一周目已经够容易的了啊 然后这里的话 先可以把这里的一个杂兵干掉 然后这里我忘了个事 就是旁边高台上会有一个会丢 会有一个火焰狐哥啊 应该先射弓箭把它干掉 等会他就开始丢火焰瓶了 开始丢了 他开始丢到不是什么威胁多大的事情 主要是他开始丢的时候升起就乱晃 不好把他打死 因为如果你要是再冲上去打他的话 会引出来一个更麻烦的家伙啊 主要在下面就不好射箭把它打死了 晃身体晃得特别厉害 实在不行就上奴剑吧 奴剑打身体也能一击给他秒掉 好像下来了啊 那就好办了 接下来往上走呢 也是要准备好弓箭啊 是有一个 巫师 这个位置可能啊 一键能秒掉就好 可以看得出来啊 卧龙的这个敌人伤害数值方面的话 就没有以前那么离谱 弄不弄好几千几万那种的 现在的话就数值要看起来要稳定一点 好理解一点嘛 这里的这个酸雨是老朋友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好打的 攻击节奏也固定 主要是他经常会有飞起来的动作 但是飞起来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可以被我们打下来的 就像是这个玩怪物恋人的时候 在起起来的时候丢闪光弹一样 比如说我们先攒够一个大招 然后呢等他一个飞起来 飞起来的时候放这个大招 就可以把它震下来 像这样 还可以这样用 我们这期视频更多的就是讲解一些 其他我们之前没机会用到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推图攒大招 什么轻松一刻出绝脉 还有就是像刚才是攒的大招 这些总之就是围绕大招能量的 这几个打法推图很好用 这个地方会拿到两个情意酒杯啊 如果还没有到后期的话 这个地图区其实也可以当做是 快速的来拿情意酒杯的地方 就是地图可能会有点绕 有点危险 但是其实还好 直接跑起来的话 其实这道路挺快的 主要是往后还有一张 有更好的刷酒杯的地方啊 但是前期的话 能想要某个角色的这个情意的话 这些酒杯也是可以刷的 这里的话下面就是一个腰单将帅 我们先附上兵数性 然后再上个土 虽然我们没有带损身数啊 但是呢 附魔的这个效果对他这个打异常的话也是足够的 因为双刀本身啊 附着异常的这个速度就很快 然后这边再往前走呢 会有两个水鬼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啊 我们先从右边这里过来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比较难注意到的 有一个惊奇 还有一个是精华啊 龙脉精华 这个话我们可以先上一个土啊 土克水 然后呢 从背后刺杀 不直接跳下去刺杀 从背后刺杀伤害会更高 更容易把它一击秒 这个刚才在这个进行了化解转机 换成了我们的还手刀 不过还手刀因为类型太少了 然后呢 套装里面有另外两把还手刀 还手刀 这个不像这个双刀有这么多类型的武器 还手刀就这一把 但是呢 它自带词条是红色词条 如果说是属性词条的话 也是红色是冲突的 所以说还手刀不能附属性 其他指导可以 但是还手刀不行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藏的比较硬的精卿啊 拿上之后呢 再把这里的这个 哎 没跳上去 有点远 没厮杀成功的话 在这个气势衰微的状况 状况下 然后就很容易被打崩 然后这边呢 也有一个可以跳过去 跳过去的地方 一个龙脉精华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错过的 因为它也没有这个宝箱察觉 这样的技能 龙脉精华可以提升我们的龙玉之狐的恢复量 然后呢 我们现在缓飞 返回到刚才的这个 有两个水鬼的地方啊 从这里跳上去 我们先把之后的关卡里面要排除的障碍 先干掉啊 又是几个高台炮台 这里炮台特别多啊 这有一个炮台 都是等着我们开怪打boss的时候啊 在四周埋伏着我们 这个卧龙的这个很多boss都是这样啊 很多敌人就是啊 这个精英在路上巡逻啊 周围高处几个小怪啊 你不靠近的话 发现不了他 他不会远远的攻击你 但是你冲过去一打boss 一开boss 他们就开始各种丢火瓶 各种射箭 各种方法 是特别烦人 就是属于一定会出箭杀的那种 就怕你只发现了一个干掉一个啊 而给你 所以就给你放了很多个 你总会有漏下的 漏一个就很致命 先把这里的妖单降帅干掉 指刀的性能还是稳定 但是我们双刀的话 主要是他的这个5技很好用 哎不要5技 应该叫绝技啊 这个不叫5技了 先把这里的这个水鬼先干掉 因为旁边的话 还有一个妖单兵足啊 挡伏在那里 等着我们惊动之后呢 才起身啊 趴在那里看不到 而且呢锁定也锁定不到啊 因为他藏在墙根 然后呢这边的话 刚才右边干掉两个炮台 这左边这还有两个炮台 炮台特别多 这里还有一个火炮台特别多 下面还有两个我们可以看通过右上角的炉盘 敌人察觉可以发现啊 旁边还有个箱子忘记拿了 不过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把这里的这个 无手妖狮干掉 其实就是张良 打他的话要速战速决啊 因为右边那里还有两个躺着的冰族 他这个锁定有一点问题 就是锁定到他的时候 视角不会往下俯视 所以说跳出去的时候 视角可能会有点难受 算是个只有他存在的bug 别的刺杀都会视角都会朝下 但是他不会 他锁定之后视角无法向下 主要就是火免疫 然后弱水 最后还就是血后 其他就没啥了 然后因为旁边有两个腰单行尸的关系 不算是把敌人全清 所以这里的牙齐我们还插不了 这附近的敌人都打完了 旁边还有一个镊铁兽 我们可以拿他给我们的 饰品刷刷词条 在楼下 看看会给我们给什么 代沟 有没有什么好词条 没有 一般 一般 比较普通的 但是他的这种看起来 不是很强的词条 但是如果每件装备上面 都装一个的话 整体加起来的话 效果还是挺可观的 这是刚才我们忘记开的箱子 然后从这边跳下去 又有一个酸鱼 又可以放一个大爽一爽 等一个他跳起来 当当当 可以化解三下 他这个旋转 不等你跳起来了 直接绝脉 可能是放大招 范围 判定 攻击判定 打到了这个屋子里面的火鼠 这个火鼠是埋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 开箱子的时候 他会撞过来 这里的话 也有一个金旗 插上之后 现在只剩一个金旗和牙旗了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金旗牙旗都在这个登陆之后 在船上的时候就只有这个两杆牙旗和两个金旗 又是一个无手妖狮 他特别容易被打到这个河里面 特别容易被打到河里面 好几次 只要把他逼到边缘 然后打出属性隐藏 他一个后退 后退一步 然后就特别容易掉下去 好 我们可以乘着这个船到对岸 不用等到他这个开到中途就可以上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牙旗 现在我们到了河对岸了 河对岸就是应该是城门内 但是这道门现在还开不了 我们要绕一下 绕的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插一杆金旗 这里的话会有给我们送能量的 这边的话从右边的台子跳上去 以免被旁边的这个腰单 巫视察觉 攒大招能量 这个绝脉的机会刚出现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够我们上一个奇数 因为他上奇数的动作还是挺快的 这里的话把高台上的干掉以后 这个先不着急 我们先来这边 这里还有 这边跳下去还得再爬上来 又是一个无手妖狮 找一个机会 他若水若冰 我们说要说了 从背后刺杀伤血会更高 但是呢 跳的背后是没有生硬的 但是我们刚才距离太远了 应该跳近一点 哎呦 这个没化解到 水克火 在附着水的时候 把他地上的这个 尾焰的这个范围 给他解除了 吸个血 在他处绝脉攻击的时候上一个射火树 然后再处绝就可以回血 好 这是最后一个惊奇 插完以后血量也回满了 然后这个屋子虽然是开的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也可能是我没有找到 猛火壶 很少有机会用 这个猛火壶主要是丢在地上了以后 它会持续的有火焰伤害 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是 这个大的这个水鬼 血会比较厚 我们像前面说的 直接背后都从空中 这样的话伤血会更多 不过呢 这个还是本身还是比较烦人的 因为他的血厚 然后呢 他这个模型动作花里护烧的 而且他的这个 还会有这个触手性的那个攻击 他的那个触手伸出来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手臂的假动作 也是一个反直觉的化解时机 要化解好 需要针对性的 专门去熟悉他的这个攻击动作 前面又有一个猪婆龙 我们可以再给他来一套 先上一个buff 上一个5 然后呢 把它引过来 因为前面那个池子呢 特别容易乱冲 他钻到地里面也是可以被我们一个大招给震出来的 不过呢 接下来要打boss战的话 我们可能又得攒一波大招能量啊 门口的这几个敌人正好就适合我们攒大招能量 我们先把这里的这道门打开 然后刚才这道门旁边就有一个牙齐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升一下级 我们接下来需要火附魔 不过呢我们的这个火德 等级还不够 可以在这个阶段回去这个洗点 火星阶段升级的话其实也够啊 我们要这个火杖术 火杖术因为上火会上的会更快一些啊 但是我们的火德不够啊 还差一级 我们可以捏这个蒸汽碎块来这个换 正好我们也要攒大招能量嘛 我们可以先攒点大招 同时也算是打一点这个 获得一点蒸汽 这边应该还有道具 还有个水鬼 把所有敌人都杀一遍啊 玩游戏嘛 每一个都打一打 大招也满了 然后2000的2000多蒸汽 回去看看能不能升个级 凑了45500 刚好可以升一级 数实在不够的话 其实可以转到其他战场 然后呢再回到同样的这个进度的啊 主战场是可以回到同样的这个进度的啊 就像是中途保存一样 算是一种传送 再回来的时候进度不会重置啊 好我们准备好以后 主要是损身术 然后呢 土水火杖术 金和木是不用的 所以洗点把木的这个点术也可以洗给火 虎之一族 肯和老鼠合作吗 不管你问多少次 我都不会和邪恶之人合作的 放开我的一女 真是可惜呀 你 大墙 对你发生何事了 孙舰第一下一定会是个突进 但是我们往后退一点的话 其实它是射程是打不中的 孙舰的这个老虎这个样子的boss 其实动作做得非常好 化解起来的话很舒服 然后虽然有快慢刀 但是其实很好打 但我们用五行的这个属性克制的话 也是很好压制的 因为它弱火嘛 而中了火之后会这个伤血 会有这个DOT伤害 而且那火本身对它造成的伤害也挺高 可以先上一轮buff之后呢 打出第一次绝脉攻击的机会 然后呢前面那轮的这个异常状态的效果 差不多也该失去了 可以再给它上一个冰和土之后 然后呢直接爆这个大招器 三个人一起上 你的血掉的很快 这个孙舰的很多招式都向的正面啊 直接放轻松迎客都可以躲掉很多 这个看起来很好打啊 但是这个二周末的话 要难度上是主要竖直上去的话 会难打一些 然后呢使得你不得不去学会用这些化解的机制啊 这孙舰的这个招式化解起来很舒服 真的这个建议大家有机会单挑的话 还是体验一下 孙舰这个boss其实算是设计的很好的 因为被难度过低 所掩盖了它的光药 其实设计的很好 劝你们也好好三思 你这老怪 有胆别逃 可恶 一直以来 我二人跟随着老爹的背影前行 如今父亲壮烈战死 向我兄弟托付了孙氏之未来 我等所继承之一致 并非为他人爪牙 延续纷争之火 而是壮大自身 立足乱世 进而安定天下 蒙虎者 金牙立场 傲行于世 还请见证我等兄弟的起航 我等将在传手 挂起了妖道的手机 并带领孙氏一族 建立千秋王霸之业 不知我觉见 一二人 眼看 就超越为父了 要坚强 还要不忘提示部下 身为主帅 不可好用斗狠 要既是不服 你很想为父 太过轻挑鲁马 要阻止 是那个妖道 老爹 父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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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镜他一个人潜入董卓身边了 与老朽一同前往梅雾 那么好的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